男孩在森林里拍照 却突然听到有人在叫她 她转身一看 竟然是从树洞里传出来的 更诡异的是 这声音还是母亲的 她怎么会跑去树洞里 小迪当然不敢下去 可下一秒 一只美味的鸡爪却从里面伸了出来 小迪害怕极了 突然真正的母亲出现在身后 再次回头看去时 树洞却凭空消失 两人在回家的路上 还不小心撞死了一只野猫 阿珍猛炫一口啤酒 准备今晚加个菜 殊不知已经把可怕的东西带了回来 明明刚刚才死不久的野猫 可里面的内脏却是腐烂的 还伴随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看来肉是吃不成了 阿珍打算明天再处理尸体 谁成想到了晚上 一只怪物却扒开肚子从里面钻了出来 熟睡中的小帅被楼顶的声音吵醒 他拿着手电筒来到下面查看 却发现自家房顶并无任何异常 但是好像有什么东西 钻进了邻居阿珍家的房顶 导致下面破了一个大洞 他拿着手电筒蹲下身仔细查看 结果又什么都没有看到 然而就在他起身时 却隐约感觉背脊有点发亮 一只怪物就站在栏杆上 察觉到异常的小帅刚转过身 突然上方的灯光亮起 导致他并未看清楚怪物的样子 原来是阿珍的丈夫阿强 他询问小帅在这里干嘛 小帅一边支支吾吾地回答一边看向前方 却发现怪物已经不见踪影 于是随便找个理由便返回了房间 可第二天他和父亲去上班时 却看到小笛拿着棍子在洞口玩耍 想到昨晚发生的怪事 小帅好心地提醒小笛离洞口远一点 接着便和父亲赶去上班 然而他们刚走没多久 阿珍就抱着婴儿在洞口发现 附近的花竟然枯萎了 但他并未放在心上 殊不知另一朵花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凋谢 而晚上又发生了更加可怕的事 躺在床上的阿珍看了看监控里的婴儿一切正常 于是便准备睡觉 可他刚转身不久 婴儿床的旁边就出现一双发光的眼睛 当阿珍再次看向监控时 发现床上的婴儿竟然不见了 他赶紧来到房间里查看 结果却发现床单里裹着什么东西 看起来并不像是婴儿 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拉开一看 居然是一捆树枝 阿珍顿时就慌了 可不料下一秒就被一双大手拖了进去 此时小帅正准备回家 就突然看到阿珍抱着婴儿朝树林走去 他小心喊了几声 但对方并没有回应 很快阿珍就消失在树林里 回来以后整个人都变得很诡异 不仅身上非常脏 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味道 并且怎么洗都洗不掉 而小迪也惊讶地发现 自己养的两只小兔子莫名其妙少了一只 可当他抱着兔子来到二楼询问母亲时 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只见母亲一声不吭地站在窗边 当晚小帅回到家里 却发现邻居小迪躲在自己的卧室 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 就在小帅不明所以时 楼下突然传来阿珍呼喊小迪的声音 可小迪却不想看到母亲 小帅小心翼翼地探出头 看见阿珍身穿红白相间的裙子站在门口 看起来相当诡异 他本想谎称小迪不在这里 但很快小迪的父亲阿强也来到屋外 听到父亲的声音后 小迪这才放心地走下来 睡觉时 他想告诉父亲今天的母亲很奇怪 结果转头却发现母亲就在外面死死地盯着他 小迪不敢继续说话 到了第二天 小帅担心小迪出什么事 于是便敲响了他家的房门 但小迪爸爸说的话却让小帅当场懵逼 小帅难以置信 他明明有两个孩子 为什么又说没有呢 可还没等他多说几句话 阿强便将他拒至门外 然而就在小帅准备离开时 却意外踢开了门口的脚垫 下面竟然隐藏着一个倒三角的诡异符号 联想到最近怪事频发 小帅赶紧上网查了查 没想到这个倒三角符号果然大有来头 他跟一种名为黑暗母亲的恶魔有关 这种恶魔经常出没于石缝或树朵 喜欢夺取女性好看的皮囊 然后利用这副皮囊隐藏在他们的家中 并且还会迷惑男人忘记自己的孩子 最后再以这些小孩为始 唯一的弱点就是害怕实验 怪不得阿强说自己没有孩子 显然阿珍已经被恶魔夺取了皮囊 才会导致阿强变成这个样子 而他们的孩子很可能已经遇害 为了搞清楚恶魔的下一步动向 小帅开始每天对邻居家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 他发现阿强的行为也开始变得怪异 还发现阿珍经常进入地角 并且从里面拿出很多垃圾 这个奇怪的举动也让阿强注意到 可就在他拿着钥匙打开地角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阿珍阻止 接着阿珍走上前在阿强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说完之后 阿强的目光就变得呆滞 整个人仿佛丢了魂一样呆站在原地 耳朵里还流出了鲜血 自那以后 阿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而阿珍也发现自己的皮囊开始老化 眼皮不自觉地往下掉 就连牙齿也脱落了 恶魔意识到这副皮囊已经快过气了 看来又要寻找下一个目标 而小帅为了导清楚地角里的秘密 便趁着夜色查看垃圾桶 结果发现里面都是小迪的东西 难道小迪还活着吗 到了第二天 小帅趁阿珍出门 便决定打开地窖一探究竟 结果却并未看到小迪 只看到一个用树枝撑起来的羊头面具 下面还放着阿珍一家的照片 小帅赶紧打电话报警 可还没说几句话 又看到了另一张照片 正是跟自己一起上班的小美一家人 看来恶魔准备对他们动手 小帅立刻赶往上班的码头 却刚好看见阿珍带着小美的妹妹莉莉朝树林走去 她赶紧跟着追上去 刚跑进树林 就听到一声惨叫传来 循着声音小帅看见一个树洞 恶魔正准备把莉莉拉进去 小帅果断上去试图把她拉出来 可结果却无济于事 自己反而向后摔倒重重地砸在后面的石头上 等到小帅醒来时 已经到了晚上 她回到家里 却发现两名警察来访 原来是邻居告她私闯明宅 事已至此小帅只好向父亲阿伟说出真相 但父亲根本就不信心 就在小帅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后妈突然找到她谈话 可说着说着小帅就发现后妈黑妹也有问题 因为旁边的鲜花正在迅速枯萎 意识到后妈很可能已经被恶魔附身 小帅果断拿起一瓶食盐朝她打去 果不其然 被识破的恶魔也不装了 立马露出真身准备解决小帅 小帅本想拿起尖刀防身 却不料刚好被赶来的父亲目睹 而恶魔见状也是立马变回原样 还在阿伟的面前装成一副可怜的样子 气头上的阿伟叫警察带走了小帅 可坐在警车里的小帅却看见 黑妹正在和警察窃窃私语 小帅毫无办法 只能在离开之前 不停地告诉父亲黑妹有问题 还叫她去看看邻居家的地角 可正在气头上的阿伟根本听不进去 于是叫警察赶紧带走小帅 但没想到警车开出去没多久 小帅就发现不对劲 因为警车的目的地根本不是警局 而是开到了河边 原来刚刚警察已经被黑妹控制 黑妹想要利用警察的手 除掉小帅这个麻烦 只见警察直接把小帅拖到河边 接着粗暴的暗进水中 小帅毫无反抗之力 眼看就要失去意识 可警察又突然停止了攻击 原来是自家的狗狗前来救驾了 但很快就被警察一枪送走 可能是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控制 警察先是将枪口对准小帅 然后又选择朝自己开枪 他宁死都不想伤害眼前这个孩子 而另一边的阿伟想到儿子说的话 突然意识到他平时并不会说话 于是就背着黑妹 悄悄来到邻居家的地窖查看 可结果却发现地窖里什么都没有 显然里面的东西已经被转移 然而就在阿伟准备返回时 突然看见阿强鬼鬼祟祟地走进仓库 他好奇地跟着走了进去 却在二楼发现了恐怖的一幕 只见阿珍惨死在地板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挖开了他的肚子 而刚刚走进来的阿强也掉死在了房梁上 他强忍着内心的恐惧来到二楼 还看见了一个用树枝做成的祭坛 上面摆放着这家人的合照 更可怕的是 自己家的合照也在其中 阿伟当场愣住 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戴着面具的黑妹 阿伟捂着腰子艰难地爬到一楼 在对方追上来的时候用铲子 从身后狠狠地偷袭了一下 直到打掉对方的面具 阿伟终于相信了小帅的话 眼前的妻子早已不再是人 就在阿伟愣神之际 黑妹趁机上前将他扑倒 接着从身体里伸出魔爪想要攻击阿伟 千军一发之际几声枪响传爱 原来是从河边赶回来的小帅 他赶紧将父亲扶起来 但恶魔并不会那么容易死 很快便从黑妹的尸体里爬了出来 好在两人及时回到了车上 小帅本打算带着父亲逃走 却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弟弟 原来因为祭坛被烧毁 照片也跟着被烧 所以恶魔的诅咒便失灵 让小帅恢复了弟弟的记忆 突然一声尖叫传来 正是弟弟的声音 小帅顿感不妙 赶紧奔向二楼 可还是来晚了一步 弟弟已经被恶魔掳走 此时小美也赶了过来 来不及解释 小帅立刻来到仓库拿上所需物品 带着小美一起进入树林 他一边跟小美解释 一边在树洞旁交上汽油 接着把绳子绑好丢进树洞 准备进去救人 离开时还特意吩咐小美 在周围撒上盐巴 如果自己十分钟没有回来 就把汽油点燃 交代好一切后 小帅便进入了树洞 经过一番寻找 成功在里面找到了弟弟 他赶紧将弟弟救下 可正要离开时 却发现恶魔正在啃食小敌的尸体 他本想开枪 但下一秒恶魔便拖着尸体消失 然而就在两人准备逃出去时 恶魔突然从上方抓走了小帅 只听见几声枪响 小帅成功挣脱从上面掉了下来 顾不上受伤的身体 他立刻把弟弟送出树洞 接着又再次返回 找到了之前同样被抓走的莉莉 可刚帮莉莉松绑 恶魔却再次来袭 他拖走小帅将他死死按在身下 看来是想要夺取他的皮囊 混乱中小帅摸到一根绿角 于是果断调恶魔刺了过去 然后趁机将莉莉也送了出去 但就在小帅刚爬出洞口时 恶魔却从身后抓住了他 试图将他再次拖进去 危机之时身后突然亮起灯光 原来是阿伟开车打了过来 小美健壮抓起一把食盐 撒向恶魔 拼尽全力成功将小帅拉了出来 最后阿伟开着180麦的车子 撞向恶魔完成反杀 然而事情真的结束了吗 事后小帅一家人准备搬家 离别时小美送了小帅一朵巨花 可在车上的时候 小帅却惊奇地发现 这朵花竟然是不会枯萎的塑料花 小帅不得不怀疑 小美很可能已经成为了恶魔的皮囊